9月10日这一天不单是教师节 而且是华为与苹果同场竞技的日子 人们或许将在24小时之内 领略华为三折叠与iPhone16的风采 很多人都说相比苹果在AI方面的革新 华为机身形态的改变更加引人关注 已经有市场声音期待着这一轮的换机潮了 这几年以来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身边的人越来越不太愿意换手机了 说实话这并不是因为消费降级 实在是因为手机的创新太少了 你说iPhone15和iPhone14和iPhone13有什么区别吗 很多人拿着三年之前的手机 刷视频打游戏还是非常非常流畅的 是的不像前几年那样 真是半年不换机器都感觉手机卡得要死 这一方面固然是手机厂商的成功 他们的产品能让我们用更长的时间 另一方面其实也是他们的失败 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创新 使得我们都没有了换机的冲动 而9月10日是不是一个改变的时刻呢 因为在这一天华为和苹果同时要推出新机了 华为宣布说9月10日华为见非凡品牌盛典 及鸿蒙智行新品发布会将发布 余承东更是转发微博说 华为最具引领性创新性颠覆性的产品来了 而苹果则宣布将于北京时间9月10日凌晨1点半 举办特别活动主题为高光时刻 预计推出最新款的iPhone Watch和AirPods 双方各有杀手锏呀 华为在于机身形态 而苹果在于AI 苹果这些年来外型都没啥变化 那么这次苹果的AI 有没有可能让我们有换机的冲动呢 也有很多人说 去年华为就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惊喜 今年华为三折叠的推出 会不会再度引领风潮呢 看样子 未来我国高端手机市场 必将是华为和苹果竞争的天下了 而很有可能 苹果会被华为斩落马下 其实在过往的十年间呀 苹果一直牢牢占据着 我国和全球的高端手机市场 尤其是几年之前 华为被打压之后 苹果更是一枝独秀 可是去年九月份 华为上演了王者归来 一下子 华为推出的多款新机 让我们眼前一亮 以至于啊 我们说 iPhone15在华遭遇滑铁炉 是有各方面的原因的 除了它自身产品的孱弱之外 华为的竞争也是原因之一 去年九月份 当华为和苹果都推出新机之后 我们惊喜的发现啊 你去买华为的产品 你是要排很长的时间的 你甚至要找黄牛加价的 可是你去买苹果的iPhone15呢 以往买苹果当年刚推出的旗舰机啊 你真的是要等挺长时间的 你真的是得额外花钱的 但是iPhone15销量极为惨淡啊 以至于当年苹果官网就降价了 这在以往是绝无仅有的呀 为什么消费者要抛弃iPhone15 有一些消费者说 那个iPhone15带着咖喱味 印度组装的良品率低 我们不喜欢 但是实际上苹果自己都站出来说 良品率再低 你拿到手的也是一个完好的产品呀 可关键就在于 真的比较了一下 苹果和华为的新机之后 我们实在是不知道 到底谁被美国政府打击了三年呀 iPhone15在外观上和iPhone14有区别吗 简直是一点区别都没有 无非是轻了那么几克而已 更为关键的是 我们经常说 当年诺基亚如日中天之时 科技以换壳为本 诺基亚给你换个手机壳的颜色 就当是推出一款新机了 而苹果也没好到哪去啊 从iPhone13到iPhone14到iPhone15 无非是把这个CPU给你搞得大一点 把相机像素给你搞得大一点 但是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 用机的感官体验根本没有得到提升 反观是华为 被打压三年之后 亡者归来 让我们眼前一亮啊 以至于啊 苹果去年在iPhone15销售遭遇到滑铁炉的时候 有人站出来说 你们不知道 苹果有很多专利 苹果有很多创新 基本准备放到iPhone16上 说实话 苹果的人站出来说这句话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 他等于明摆着告诉消费者说 我就是糊弄你 我就是知道市面上没有人能跟我竞争 所以呢 我有好东西我故意不拿出来 现在你不是说我干不过华为吗 你放心 等我iPhone16来了 我一定杀华为一个下马威 可问题在于 你这样讲 不是明摆着告诉大家 不要买iPhone15吗 iPhone15就是一个过度的产品吗 所以难怪iPhone15的销量极差 那么这一下子好了 一年之后 轮到iPhone16出来了 华为和iPhone16可以明刀明枪的干一场了 去年9月份 苹果或许可以说 华为杀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搞了一个突袭 因为苹果觉得 华为被美国政府打压三年 根本连好的芯片都拿不到 不可能设计出更好的手机吗 苹果根本没意识到 华为还是一个他的竞争对手 所以华为横空出示王者归来 使得苹果被杀个措手不及 好了 一年之后的9月份 不知道是华为的精心选择 还是英雄所见略同 使得华为与苹果的新机来到了同一个起跑线 在同一天双方发布新机 那么我们倒要看看市场接纳谁 不接纳谁 大刘在三体中写过一句话 就是若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 傲慢才是 今天的手机市场上谁傲慢呢 我觉得当然是苹果了 确实当年初代iPhone绝对是划时代的产品 看过的人都会觉得惊艳 但是经过了十几年 十几代的迭代 iPhone16有什么让我们惊艳的感觉吗 似乎没有啊 尤其是苹果都傲慢到什么状态了 如果你同时拥有iPhone手机和安卓手机 你就会知道在购买很多软件服务的时候 苹果手机会更贵一些 为什么 这就是大家都清楚的苹果税 苹果从诞生之日起就号称软硬结合 所以苹果是不单要赚硬件的钱的 苹果也要赚软件的钱 怎么赚软件的钱呢 就是所有的开发者 你通过苹果手机去售卖你的软件服务的时候 你都要额外给苹果一笔钱 这笔钱就被称之为软件税 这笔钱就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 所以购买同一个软件服务 用安卓手机就便宜 用苹果手机就贵 这个事广大的国粉也知道 可是有很多狂热的国粉 愿意多掏这个钱 也使用苹果手机 好吗 我们能够理解 可问题在于 苹果现在心思都动到微信上了 苹果和腾讯公司几次三番的提出 说有一些软件开发者 开发了一些恶意的程序 恶意绕过苹果 使得你拿着苹果手机也可以不交苹果税 所以苹果下了最后通牒 要求腾讯公司帮助去除这些恶意程序 不帮的话怎么办 苹果有可能让消费者在苹果手机和微信中二选一 什么意思 现在业内就有传闻 说iPhone16生产出来之后 你轻易别升级你的手机 为什么呢 因为新手机出来之后 往往苹果会升级它的操作系统 哪怕你拿的是iPhone15 iPhone14 你也是要升级的 升级之后 有可能那个手机啊 就不支持微信的服务了 当然也有人说 是升级之后呢 苹果就不支持你再下载微信了 换句话讲 如果腾讯不帮苹果的忙 不帮苹果征收这个苹果税 那么苹果就会让它的用户无法使用到微信 对于大部分软件开发者来讲 他们是不敢得罪苹果的 你开发的软件如果不能在苹果安卓两个系统上售卖 你会损失很大一笔钱 这是苹果傲慢的来源 这是他过去十几年间敢收苹果税的原因 可问题在于他这次要动的是微信啊 中国有很多的苹果用户 但是我觉得中国微信的用户肯定更多 我实在想不通有哪一个人会有一部智能手机 而没有装载微信的 是的 我们有很多其他的社交媒体 我们有很多其他的支付工具 但真的微信已经深入到每一个人的生活之中了 甚至你可以不需要手机号 你都得有微信呢 所以我实在想不通 苹果怎么敢跟消费者叫这个板 你让消费者在苹果与微信之中二选一 那得多狂热的果粉才说 我为了用苹果手机而不用微信呢 当然很多人说 这恐怕也是苹果的一种策略 用这样的方式吓唬微信 但腾讯是被吓大的吗 南山必胜客这些年来怕过谁呀 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是非常爱国的 很多人在选择手机的时候就要选择华为而不选择苹果 甚至前些日子奥运冠军全红蝉到商店给自己母亲买了一部苹果手机之后 有些人在称赞全红蝉孝顺的同时 却也不无遗憾的说 为什么不买一个华为手机呢 是的 苹果一定要意识到 在我国国内消费者早就和十年前不一样了 越来越多的人会主动的选择国产的手机 在这个状态之下 苹果如果还是傲慢的话 苹果如果还是不拿出最好的商品的话 苹果甚至迫使消费者要在苹果和微信之间二选一的话 那我觉得iPhone16哪怕有很多创新 它可能也会不iPhone15的后尘呢 而另一方面 我觉得华为产品率的不断提升啊 可能再过两年 有大把的消费者会主动的选择华为 不因为它是一个国产的 而只是因为它是最好用的手机呀 照理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